上几周啊 佩佩整个是已经炒上天了 现在佩佩凉凉了 下来了对吧 然后呢 现在大家可能又不找佩佩了 又找下一个标的 但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看一下 自己手里面 钱包里面的这些NFT 现在跌的怎么样了 很多人最近跟我说 哎呀哈利啊 这个NFT跌的已经不行了 受不了了 拿不住了 该怎么办 今天我想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这些NFT 给大家好好的来充值一下信仰 好吗 我废话不多说 Let's go Are you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东西都不够 任何投资建议啊 都是我个人的分享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小时候 看过一个动画片啊 叫宠物小精灵 有的叫宠物小精灵 有的叫什么口袋 什么小怪兽 还是什么战士 英文是Pokemon 好几年前吧 他出了一款这个手机的手游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是风靡了全世界的 大家都出去啊 在手机啊 在哪里去抓这些小宠物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动画片呢 也是日本呢 叫游戏王 多多稍稍啊 没有看过的话 也听过名字 都挺熟悉的 今天的话呢 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些收藏品 这些卡牌 现在能卖多少钱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呢 这些可以收藏的艺术品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像这种东西 是这种fysical 是现实 可以拿到手里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既然价值可以买 好几套豪宅的话 甚至上千万的豪宅的话 那为什么 digital的 就是虚拟的东西不行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今天主要是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东西呢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了这些东西 可能一辈子吃喝都不用抽 或者能不还好几套豪宅住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Pokemon Pikachu的这个卡牌 这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Pikachu的这样一个卡牌 它呢 90万美金被拍走 这张卡牌 全世界只有39张 但是你看啊 这还是fungible的啊 它不是non-fungible 它不是NFT NFT 全世界一个只有一张 对不对 这个呢一共是有39张 所以39张都可以卖到90万美金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夸张了啊 再来看这张游戏王的卡牌 它是呢 1997年首届游戏王比赛的啊 这个独家的这个奖品 最后一次拍出的时候呢 它是一只独一无二的啊 就只有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它卖了200万美金 就这一张卡牌卖了200万美金 这卡牌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就可能在家里供着啊对吧 我如果有一个我可能放在我后面这个书架上了 但是我没有啊 我希望有一天 我的这个某个NFT可以放在后面的架子上 也值几百万美元 对吧 所以像这种卡牌式的东西 真是卡牌式的东西 我觉得它跟NFT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收藏物 这个能卖到200万美金 想不通为什么就是一些蓝筹 BYC比如说好的 BYC啊 CryptoPunk这些东西 没有理由在弱概念以后200万美金呢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吧 那再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就开始讲艺术品了 艺术品就更夸张啊 艺术品就更夸张 那其实说实话 在NFT界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品啊 艺术作品 对吧 它只是刚刚出来而已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Cost 是在2005年画的 然后以Simpson家族作为背景来画的 这个呢 最后拍卖的是 是1400万美金 接近于1500万美金了啊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对吧 1000多万美金啊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这个rabbit啊 充气的这个兔子 对吧 这个兔子的话呢 是目前在世的艺术家 拍卖过最高价值的 这样的艺术品啊 大家都知道 一般艺术品都是 这个艺术家可能去世了以后 他这个东西他比较值钱 因为他不会再出新的了 对吧 但是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他是在世的啊 最厉害的 拍卖价钱最高的 他拍了多少呢 拍了9100万美元 9100万美元 可以想想 那是多少钱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都是拍卖到 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把这些东西呢 都变成一个收藏品来说的话呢 他慢慢的总会回归到 他的这个原本的价值的 之前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NFT在前两年 其实是一个泡沫 现在泡沫破掉了 他慢慢的话 能回到他本身的 这样一个价值 因为这个市场呢 永远是这个 以供需和需求 来掌握这个平衡的 那他跌到一定的价钱的话呢 他一定就会有一些人愿意进来 购买 最近的话呢 我也周边的一些鲸鱼 也开始慢慢问我 哪一些NFT可以进行购买 对吧 有一些这种 smart money聪明的钱 已经开始慢慢进来 那还有一点值得提的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 99%的NFT项目呢 应该之后都不会成功 只有1%的会成功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是说 抓住这些1%的 这些蓝筹项目啊 头像的这种师祖啊 Crypto Punk啊 包括Yougashida这种东西 凝聚力比较强的一些东西 这些其实呢 都有可能在最后存活下来 越小的项目 或者是社区还不够 或者是整个团队 或者是没有那么多资金 或者是团队 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项目 当然的风险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投资时候呢 基本上都要找一些 比较稳定的项目 去做投资 那最后的话呢 作为NFT角度来说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holder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个人 一定要去喜欢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个人不喜欢的话 其实是很难拿得住的 很多人是为了炒 为了他增值 其实并不喜欢这些东西 也不混社区 也不跟社区的人交流 也不了解这个文化 他们买这个呢 纯粹是因为 哦这个能帮我去赚钱 那我就去买 但这种的话 这种人的话呢 往往在跌的时候 是最先拿不住的 是每天这些 他睁眼闭眼都在想 啊我想卖 我想卖 道理要卖还是不卖 每天就会被这种情绪 来折磨他自己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不喜欢的东西呢 其实买了以后 是非常非常难拿得住 很简单一个道理 比如说啊 比特币 如果你觉得比特币 之后是未来 比特币会 一直会存活下去 而且之后会有 很好的发展的话 相信他的话 对吧 那你自然而然会拿得住 但是你如果拿比特币说 我就是为了拿比特币 来去赚钱啊 或者怎么的 那比特币在跌的时候 尤其是跌破你成本的时候 你很难拿得住 很容易割肉就跑了 那到最后又涨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你又没找出这波机会 那最后还是错过了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同样一个道理 那我建议大家 不管是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DYOR对吧 Do your own research 做好功课 做好准备 你买这个东西 适不适合投资 适不适合长期投资 是不是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做好了这些 所有的这个功课 和这个准备之后呢 再对自己的这个投资 进行负责 那今天的话呢 你想跟大家 就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 这些实际的 实物的这些收藏品 或者艺术品 都可以卖到上百万美金的话 为什么 我们这些虚拟的东西 digital的东西呢 不会卖到上百万美金 那之前的话呢 我还看到 另外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个皮肤 都可以卖到几十万美金 对吧 既然游戏皮肤 也是digital的东西 也是虚拟的东西 它都可以卖到几十万美金 那这个东西在将来 为什么不会有上百万美金的 这样一个潜力呢 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的话 在下面一定点个赞 在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呢 我想知道你们想法 请在下面留言 我想知道你们想法 对NFT长期的一个看法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朋友呢 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下次不会错过 任何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给大家都充到 信仰充到值 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